通勤族刷卡近战 动作熟悉稀松平昌 但十年前的今天 北捷江子翠战是全台注目的焦点 这个不是身上被划一刀而已 心理上永远的一个痛啊 画面中红衣男子拿着一把长30公分的刀 在捷运车厢内部晃呀晃 接着开始有人伤众倒地 害人的北捷随机杀人事件 2014年5月21号下午4点 熟悉政杰在往返龙山寺 江子翠战的捷运车厢内随机砍人 就算凶贤犯案后立即被逮捕 但还是对台湾民众造成阴影 有好长一段时间 通勤族搭车都得提心吊胆 面对接受处理方向 回到正常的生活 他该受法律的制裁已经执行了 社会回归到正常的社会 大家很安心地去上班工作 做大众运输系统 八年前政杰枪决伏法 整体事件过去了十年 而今终结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似乎让政杰案被害者家属 心口的纳道疤再次被化开 欢迎新闻 陈世雄 刘北瑶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欢迎新闻 欢迎新闻